苦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果 它含有多种重要的营养素 包括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K 液酸 钙 钾 铁和膳食纤维 此外 苦瓜也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质 如黄铜 黄糖肝和丹宁酸等 苦瓜对女性有许多好处 首先 苦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助于促进皮肤的弹性 和保持健康的肤色 维生素C 还可以增强免疫系统 有助于预防感染和疾病 其次 苦瓜对于女性的生殖健康 也有一定的好处 它含有丰富的叶酸 这对于孕妇来说尤其重要 因为叶酸可以预防 胎儿神经管缺陷 此外 苦瓜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质 据说对于维持正常的 月经周期和减轻金钱 综合症后群的症状有帮助 但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 来确认这些效果 以下是有关苦瓜 更多营养价值的资讯 一 苦瓜富含维生素C 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有助于保护细胞 免受自由基的损伤 并提升免疫系统功能 充足的维生素C摄取 有助于减少感冒 和其他疾病的风险 同时促进伤口愈合和组织修复 二 苦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这对于保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 维生素也有助于维持正常视力 夜间视力和眼睛黏膜的健康 它还有助于预防眼睛疾病 如夜盲症和前眼症 三 苦瓜中的维生素C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维生素C在骨骼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有助于钙的吸收和利用 同时减少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 四 苦瓜富含膳食纤维 这对于促进消化系统健康至关重要 膳食纤维可以增加肠道运动性 预防便秘并促进食物顺利通过消化道 此外 膳食纤维还有助于控制食欲 维持健康的体重 五 苦瓜含有多种植物化学物质 如黄铜、黄糖肝和丹宁酸 这些化学物质拥有抗发炎和抗氧化的特性 有助于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 如心脏病、癌症和糖尿病 六 苦瓜具有低卡路里和低脂肪的特点 适合作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 它可以作为蔬菜的一种替代选择 提供丰富的营养 同时几乎不会增加多余的热量或脂肪 综合以上资讯 苦瓜是一种营养丰富且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蔬果 它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植物化学物质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促进眼睛和骨骼健康 改善消化系统功能并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 建议将苦瓜纳入均衡饮食中 以享受其营养价值所带来的益处 此外 苦瓜对女人的好处有那些呢 以下是苦瓜对女性的更多好处的资讯 一 苦瓜对于控制体重和管理血糖非常有益 这对女性的整体健康至关重要 它是一种低卡路里和低脂肪的食物 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这使得苦瓜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有助于减少食欲 控制体重并稳定血糖水平 这对于管理体重和预防慢性疾病 特别是糖尿病尤为重要 二 苦瓜被认为对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它含有丰富的叶酸 这对于孕妇和准备怀孕的女性尤其重要 叶酸在胎儿神经管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能够预防神经管缺陷如脊髓裂等 因此使用苦瓜可以为女性提供足够的叶酸摄取 确保健康的孕期和婴儿发育 三 一些研究显示苦瓜中的某些植物化学物质 可能对于女性的激素平衡和月经健康有益 它被认为对于维持正常的月经周期和减轻金钱综合症 PMS症状有一定的帮助 然而 这方面的研究仍在初步阶段 需要更多的科学证据来确认和了解苦瓜在这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 四 苦瓜还被广泛用于传统医学中 作为一种对抗炎症的天然药物 它被认为具有抗菌 抗病毒和抗发炎的特性 这些特性可能对于复刻问题 如阴道炎和尿道感染 提供一定程度的舒缓和保护 五 苦瓜也是一种碱性食物 有助于平衡体内的酸碱平衡 酸碱平衡是维持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和其他慢性疾病 同时促进整体身体功能 苦瓜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安全和健康的食物 但有些特定的体质或健康状况的人可能不适合食用苦瓜 以下是一些可能不适合食用苦瓜的情况 一 过敏反应 某些人可能对苦瓜中的某些成分过敏 如苦瓜蛋白或其他化学物质 如果您对其他黄瓜科植物或某些食物过敏 建议在食用苦瓜之前进行过敏测试 二 胃肠道疾病 苦瓜对于患有胃溃疡或胃食道逆流等胃肠道疾病的人可能不适合 因为苦瓜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 加重症状 同样的 对于有特定食物过敏的人来说 苦瓜可能引起过敏反应 苦瓜的苦味也可能引起消化不适或胃胀等等问题 三 低血糖 苦瓜被认为具有降低血糖的效果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益的 然而 对于那些已经有低血糖问题 如低血糖症或正在服用将血糖药物的人来说 苦瓜可能进一步降低血糖水平 可能导致低血糖症状 在这种情况下 建议在食用苦瓜之前咨询医生的建议 四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虽然苦瓜富含液酸 对于孕妇和准备怀孕的女性是很重要的 但高剂量的苦瓜补充剂或过量食用苦瓜 可能对胎儿或婴儿产生不利影响 如果您是孕妇或正在哺乳期 请在食用苦瓜或任何其他补充剂之前 咨询医生的建议 五 药物相互作用 苦瓜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 影响其效果或增加不良反应的风险 特别是 苦瓜可能增加降血糖药物 如黄鲜尿类药物的降血糖效果 如果您正在服用任何处方药物或惯常用药 请在添加苦瓜到您的饮食中之前 咨询医生或药师的意见 六 虽然苦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健康的食物 但某些体质的人可能不适合食用苦瓜 首先 苦瓜的苦味可能不受部分人的喜好 尤其是儿童 此外 苦瓜中含有一些活性成分 可能对某些人产生不良反应 七 人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 苦瓜可能会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 例如 苦瓜可能增加降血糖药物的效果 导致血糖过低 因此 糖尿病患者在食用苦瓜之前 应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确保其饮食和药物治疗的安全性 总结而言 苦瓜是一种营养丰富且对大多数人有益的蔬果 然而 个人的体质 健康状况和药物食用情况可能会影响其是否适合食用苦瓜 在添加苦瓜到饮食中之前建议咨询专业医疗人员的意见 以确保其适合性 请注意 每个人的身体和健康状况不同 食物的效果可能因人而异 如果您有特定的健康问题或担忧 建议咨询专业医疗人员的建议 以确定最适合您的饮食选择 或此時